党政焦点前立委李敖将代表亲民党参选文山区立委 正面来迎战马家军赖世宝 李敖接受中视新闻独家专访时也透露说 正在积极劝劲宋楚瑜选总统 宋楚瑜也将在下个礼拜亲自宣布亲民党的立委提名名单 李敖将重回政坛披挂局袍选立委 他更惊爆正在劝劲宋楚瑜选总统 我会 我会 因为他最适合嘛 他往这方面思考是人之常情 可是他也会瞻前顾后 也会考虑太多 至于国清和马宋慧 李敖大胆说已经没用 不可能的 因为又洗不清 跟人家见面都掉一层皮 原因就是见了一次陈水扁 就说要求官 对不对 见了马英九又要交换 李敖说马英九真要展现度量化解心结 就该这么做 下一次选不去选举的时候 我成功了 行政院长请宋楚瑜来做 选立委 李敖说要指导马朝 在总统户籍的文山区开疆辟 天下我们可以抢来嘛 何必接受人家的正语啊 我就会当选 你会当选 我会当选 我会打倒赖石宝 面对分裂驾弹 接招的一脸绿绿没多说 你会觉得有压力的还是 我没有 没有评论 没有评论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下周宋楚瑜将亲自公布第一波立委提名名单 是否选总统预料还不会松口 国庆战火烧到哪儿 还有很多变数